真的是 来的太突然了 和我起突然之间不习心了 他又回家了 大家好 我是阿帆 今天一大圈子 就有两个不好的消息啊 就是和我起 他不习心了 真的是 来的太突然了 和我起突然之间不习心了 他又回家了 现在他在整理那个东西 把那个不用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就又回家了 和我起 你真的要回家了 真的要回家了 我家里突发事情了 我那个已经昏迷不醒了 在医院里面 家里出事了是吧 家里出事了 对啊 有生命危险了 我必须马上赶回去 那你把这东西都扔的吧 我说 你那些东西都扔不上了 你全部把它扔掉算了 也不值钱是吧 你就带上柜种物品 全部把它扔掉 就算了啊 是啊 你要不要的话 你什么东西不要 我赶紧寄回去 得了 你给我 我也装不下 装不下啊 你给我 我装不下呀 东西太多了 什么东西 你赶紧说什么东西不要 不要 我以为你赶紧放到包里 一回一回 一回寄回去啊 你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有剥呀 什么的 我还 还要啊 这个 这个你们不要吗 喝鞋啊 我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是炒菜的 这个可以拿着 这个 这个拿着吧 这个盆 这个都是菜呀 怎么像呀 这个油 拿着吧 这个米拿着吧 这个不用了 这个不用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啊 这是刷子啊 啊 衣服车要了吗 不用不用 衣服这样子不用 刚刚那个 这个这个纸巾可以用 这是什么啊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不用 这个不用 这是什么东西啊 洗衣粉肥皂 洗衣粉了 这个拿着吧 那个都不用了 真的是太突然了 昨天我们还说好 要去那个河泽的 现在和我姐们有机会了 我和和我姐一口 泄息了15公里 现在渴死了 刚才就买点水喝 好喝啊 我等它渴死我了 买了个冰的 在这边这边冰的 一泊水呀 没了泊水的 超一点可思的 喝点水 今天我们值得非常猛啊 一个多小时 移了14公里 来到这个顺风 这个和我姐到这里 寄个单车 把单车寄回家 哇这个顺风太贵了 我问了一下 有600多块钱 所以我们现在 去了个屋留看一下 是不是便宜一点 这个东北西跑的 太浪费时间了 和我姐这个自行车 还是要寄回家的 毕竟是贵成物品 或者1000多块钱 现在找了一个物流公司 看下能不能 便宜一点 寄回家 没想到这个 安冷物流 它也是那个快递啊 所以现在我们 只能去别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去那个 荣大物流园 去那里看一下 走走走 我们现在又骑了五公里 来到这个荣大物流园 这个里面好像全部都是物流公司 哪里有车寄回家呢 你怎么走走不上了 走不上 走一走 啊 这里不到那个沙堡啊 不到自博吗 我是这么麻烦 所以来地方都不动啊 去问一下 走走走 居然没有去那个自博的 小心那一面 现在和我姐去里面问了 好像没有去他家乡的那个物流 那里啊 前面有发自博了 只能上那个财源物流干脆发自博 这里残不试着没有一个试 现在我们来到了财源物流 到这里问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到自博的 问了一下 这里可以啊 好像试出那个里面吧 进去看一下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太麻烦了 发个自行车 和我姐就把这个包拿下来 没那么重 这个包 是吧 现在和我姐的自行车寄回去了 然后她人的话就是坐高铁回去吧 她那个自行车装上车了 装到那个大烤铁上面去了 开过去 那里是坐高铁回去吗 不是那个 高铁没有直达的车 我要去先把那个单子开了 开了以后 哦 交钱是吧 一球钱 走走走 啊 在这里开单的吗 对啊 这是啥呀 你会不会弄啊 你说说我你的电话 直接一传给你 哦哦 现在和我姐准备 做火车回去了 怎么样 有没有火车片吗 没有啊 那你怎么回去啊 哦 坐汽车回去啊 只能坐汽车了 别的没 别的做不了 哦 那你带着那个去的站 再买那个水平吗 如果不然的话没有火车了 只有汽车 有火车的话 都能到自驳 自驳三个小时 再从自驳再到哪里 又几个小时 那直接不如从这里 直接坐客车过去 再走车也受不了 那也是 那你先去那个汽车站吗 我我先送一下 我先自己看啊 汽车我看看汽车 现在和我姐 打车去那个汽车站 车凉了是吧 那我姐 那我姐 我就不送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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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